唐先生租的店铺在杭州刀锚巷珠碧龙 16平方 年租金2万多 转让期从今年1月到2025年1月 转让费花了5万2 其中7000是租金 转让的设备包括空调 电脑 休息机各一台 唐先生说 他从事皮具护理工作多年了 今年想创业 就四处考察物色 最终看中了这家店铺 问一位周先生转过来的 我以为他4万我就给我了 我二话没说 合同也没签 我跟他4元合同也什么都没签 我直接就赚钱 4万5块 我直接就赚给他了 因为我没经历过这个事情 我那个省心可能也有点值 唐先生说 先交钱 再跟周先生签了转让合同 租下店铺后 又花了1万多块钱装修 从店铺上一任老板周先生提供的租赁合同来看 店铺的房东是拱束国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唐先生说 前几天店里来了一位女士 前两天有个女的嘛 然后她过来就问我这个事情 她问我们说不能转的呀 她怎么转呢 那我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 未经甲方同意 乙方不得擅自转租 唐先生说 签约前对此并不知情 记得电话联系后 周先生夫妻俩赶到了现场 他们回应 合同条款都是提前说清楚的 我们有明确告知过唐老板有这一条 那有的呀 我们合同都给他的呀 怎么会没有的 提前告诉过你 没有 我是没听到这个不能转让这一条 房屋租赁合同全部给他 这份合同你什么 这个合同他没有转给我 他没有直接交给我 他是一起在抽屉里 他没有直接转给我 我转给他 你这个合同你亲 你这个合同你亲 双方各执一词 这件事看来很难说清楚了 记得注意到 周先生的租赁合同上 租期是今年1月到2025年1月 和他转让给唐先生的期限是一致的 这个店面已经不是住了一年两年了 我们滚国头是三年一签 三年一签 这个是今年是续签 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已经要差不多十年了 附近的商户也向记得证实 周先生两口子确实是这里的老商户了 你们转给这个唐老板的时候 有没有通知过拱束国头 那倒是没有 昨天呢 他说可以继续让他住下去的 就到2025年为止的 我去了两趟 他们那边明确表示 他讲究这些违约 他两次都是这样跟我说的 唐先生表示 这个店铺他不租了 要求退还转让费 那么房东拱束国头是什么态度呢 第一个 从所调的来讲 那唯一是违约的 这个事情实现了以后 那我也希望有一个逃生的解决 这位负责人表示 还是希望几方能协商解决 至于其他方面不方便表态 周先生在现场接了一个电话 随后双方进行了协商 最终双方约定 周先生退还45000块钱转让费 收回店铺 唐先生不再主张其他费用 两人说 记者必须在场做个见证 一个小时后 周先生从家里取来了 跟唐先生签的转让合同 当着镜头的面撕碎 卢女士现场转了费用 周先生扯了一张挂例 写下了调解协议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